9月23日沙田日馬賽事選了第9場3班14米 作為今次模擬賽事的對象 這場賽事14匹參戰馬有些實力不錯 第二的前景看來可以上到2班都夠跑的馬 不過跑法上要注意 大部份的馬都是後追型的馬多 反而前置型的馬比較少 所以這場賽事起步後步速要小心 有可能偏慢 在慢步速的情況下哪些馬會受益起劃 這些馬都是慣常放在前面走 競彩都是的 尤其是競彩 上季上到3班對著很強的對手雖然贏不到 但兩次都跑入位置 其中尤其是對著德勝、魅力之己、風衣足食果場的水準 我覺得很高 輸條頸給德勝其實都非戰之罪 最重要是今次他又可以受惠於形勢可以放在前面走 而且如果他對著德勝輸一點的話 他的競賽能力 我挺同意專家所說 去到79、80 即是近2班那一班的水準 所以這場賽事我都會找他做重心 至於其他的馬 線路明星上季完全沒有表現 究竟這匹什麼馬來呢 其實來香港之前他在法國贏到3級賽 他競賽的勝1,600米 他真正的競賽能力 有可能高過一般的三班馬 所以我就調高了他的能力 評級一點 而他的狀態上也值得說一下 因為他最近試襲的走勢完全不同了 進步了很多 爽了很多 所以那個狀態我相信 不在D加級的低迷 我就調高了他很多 而且今次呢 雖然他排14檔起步 但由於前領馬在外檔 不如不要想啦 在前面走啦 這匹馬其實呢 在外地和我看的試襲 都是放在前面跑的 情況是沒有大問題的馬來的 所以這場賽事 他是危險分子來的 反而要留意兩匹馬 齊哈哈 路路發 兩匹都是後上型的馬 他今次的形勢 就比較難跑一點 如果出現萬步速的話 這兩匹馬真正的能力 是不是專家所講 去到這麼高呢 我暫時有點保留 因為兩匹馬 在三班都未突破到的 所以他們的競賽能力呢 我就會調低一點